靖子 représent book 誰 誰在哪里 感覺時間還早 所以 所以可以慢慢來 然後還可以說說話 可以嗎 可以 接下來要唱這首歌呢 它也是一首新歌 其實我這兩年常會想到底什麼是 哪裡才是我真正的家 是從小跟媽媽住在一起的那個房間 還是到世界各地有希望 不管去哪裡 四海都可以是我的家 或者是現在一個人住的時候 自己晚上睡覺前 就會坐在客廳樓 哇 這裡就是我自己的家 我自己才是自己的家 那我想每一個人都渴望被愛 也不斷地在為自己定位 當然更渴望可以擁抱世界 不過我想只有在知道自己是誰 從哪裡出發才能在真的有機會擁抱世界的時候 不會迷失方向 也不會迷失自我